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在现在夏季多肉最大威胁的虫害呢 就是借克虫 那么叫小防治借克虫呢 我们就可以在喷头里面 给它撒上一点这个颗粒型的杀虫剂 也就是小白药浮虫胺 那么很多花也就会有疑问 这个借克虫啊 我们直接把它剔除 或者是呢 用一些药直接进行喷杀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在盆土里面埋上这个浮虫胺呢 其实对多肉威胁最大的 不是土壤表层的这个借克虫 而是土壤里面的这个根粉戒 那么这个根粉戒的话呢 因为它是藏在土壤里面呢 我们一般呢 是很难发现的 它会一直啃食多肉的根系 然后导致根系受损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 根系受损已经非常严重 后期啊 要进行防治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所以呢 我们防是非常关键的 防的话呢 我都是用上这个颗粒型的浮虫 浮虫胺 浮虫胺它是具有很强的 一个内吸性的 我们把它沿着这个盆边呢 撒进这个盆土里面 那么经过浇水的话 它就会慢慢溶解 然后释放这个药性 被这个多肉所吸收 它对这个根粉戒啊 不仅有触杀作用 而且还有毒害作用 这根粉戒一旦碰到这个浮虫胺 就直接被杀死了 而且呢它还具有内吸作用 被这个多肉所吸收 那么这个借克虫一旦啃食多肉的 叶片或者根系就直接被毒死 所以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 如果我们只是直接给它 叶面喷湿 是杀不到这个盆土里面的 这个根粉戒的 像这个浮虫啊 它的持效性能也比较长 一般两个月左右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像现在夏季的话 我们一般用一到两次左右 就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治 这个借克虫的效果了 好了 本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好